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数最后都是拉尾盘 你可以看一下一点之前 大概就在平凡附近 一点到一点半就拉整尾盘 昨天是这样 今天还是一样 不过呢今天虽然涨了三三点 我认为台股不见得会往上走 除了一个状况 除了一个状况就是美国股市大涨 大涨之后带动台股的市场派 那个量能进来 然后把这个成交量推上去 推到一千亿九百亿甚至一千亿 那台股就有可能往上走高 如果没有 而我认为也不太会有 那你可以看一看 最近的成交量 八百亿不到 连续三天 上个礼拜五 礼拜一跟礼拜二 连续三天这个成交量都落在 二十日均量之下 我给你看一下二十日均量 二十日均量大概在八百五十一亿 所以基本上这三天的震荡 量市场二十日均量之下 它是没量 没量的结构会往上走高吗 理论上不会 那理论上不会 可是外资又不缩手 所以就变成产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大盘不太容易拉回 或者拉回之后 它会被推回去 那问题的重心点是 如果外资不断不断在这边买 而我们成交量却一直低迷下去 那就代表什么 那一次在缩手 这很显然的概念 我不是空头 但是我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在短期间的一个操作策略里面 你一定要抓转方向 怎么做才是对的 因为市场派在缩手 那很显然啦 如果我要选股票 我就必须选择法人在买的股票 对吧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股票不会自己涨 没有人买是不会涨的 股票本身不会自己涨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 我们是散户 散户要买股票 股价要涨 那只有一个可能 有可能什么 主力进来买 不然什么 不然就法人进来买 不然股价怎么涨 股价不会涨 它不会平白的涨上去 当然散户的蚂蚁熊兵 大概会维持个一两天 那是有可能 但是在续航的力道就不会很强 所以呢 我应该这么说啦 大盘的结构 我的看法是不太容易大涨上去 如果你每天拉尾盘也行 你就是靠尾盘拉上去 但是呢 那对于人气的维系是没有帮助的 这个地方就产生一个问题 假设外之一但缩手不买 大盘就会拉回 就会拉回 而且是回撤月线 回撤月线 好 那面对这样一个结构 我们该怎么做 最重要的关键点还是要回到操作面嘛 我们该怎么做 我刚才赶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要嘛 你就买什么 买有人照顾的股票嘛 那这个两个股 有没有人照顾 很简单啊 谁在买啊 如果外市站在买方 那股价拉回呢 要锁定到赚钱的机会 你就必须要这样做啊 我很简单的概念告诉你们 今天外资买买买 压回来 那我当然买啊 压回到25块下 我当然买啊 压回到他们买的成本附近嘛 好 这是一个短线上面 一个简单的操作法则 好 我跟各位分享过 但是呢 短线归短线 我们很少在今天买进 明天就卖出的 我不会昨天买进 今天就把 今天冲上来把它卖掉 除非它涨10%啦 我有个10%基础 没有 我稍微看个一两天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啊 我觉得不管 现在市场在标榜的 短线的操作 有没有 今天这只股票很强 明天又换另外一只股票很强 现在市场在标榜这个东西 今天买进去 赚到钱把它卖掉 换明天再去买一次 再赚到钱把它卖掉 我跟各位谈一个东西啊 你每一次的进跟出啊 大概要扣掉 千分之六的手续 那个费用 千分之三是 这个卖出要 千分之四点四二 买进要千分之一点四二 一点四二五嘛 卖出加一个千分之三的一个交易税 所以呢要千分之四点四二五 两个加起来大概大约是千分之六 换句话说 你每进出一趟 你的成本是千分之六 你进出十趟 你的成本叫百分之六 也就是说你进出十次 你必须要赚什么 赚将近这个七八六八左右 你才能打平你的买卖的一个 这个手续费跟费用 如果你一年进出一百次 我再讲一次啊 进出一次就千分之六 进出十次就百分之六 一年假设你进出一百次 你的成本先损失百分之六 想懂没有 想懂了 很多人标榜的今天买进 然后呢 转线冲上去 站在卖方再换下一支 你不会每次都对 除非你每次都对啊 假设你来来回 为几次是打平的 我告诉你 做十次你就损失百分之六 你一百万什么损失六万 就这么简单啊 我们不要说一百万损失六十万 那是做一百次 我可以只要做十次 你损失的部分 你来回打平哦 你有的赚有的赔 有的赚有的赔 有的赚有的赔 你只要操作这个十次 你先输掉百分之六 如果你一年做一百次 一个月平均做将近 这个十次的话 那我跟各位分享 你可能一年的成本 要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你年化的成本率 是百分之六十 而巴菲特呢 一年的报酬率 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甚至最高百分之三十 你光进出的成本 就百分之六十 你自己去思考吧 所以我想 我在这边的一个标榜 就是说 我的想法啦 即使我是单股操作的部分 我一定考虑什么 考虑风险跟什么 跟获利的一个 之间的一个对比 所以我说 短线的操作很简单啊 有外资帮我买 我就买啊 当股价打下来 我就站在买方 所以我会赚钱的原因 在这边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买进的股票 我很少 短线把它卖掉了 今天买 没有卖掉 没有哦 对吧 我用我卖掉的这个两支股票为例 我乔威是什么 26块以下买 6月8号 涨上来之后 在34块这边才把它卖掉 在34块这边才把它卖掉 对吧 涨上来在34块这边才把它卖掉 我不是一直买来卖去买来卖去 不是一个震荡 我就把你掉一个震荡 没有哦 同样的盟利也是哦 盟利我后来发现 他是因为我发现 他主力出货 所以我把它卖掉 我当时在买的时候 我是完全都没有动哦 我中间做加码 一路让他涨上去 参与初学习之后 冲高 后来杀下来发现什么 发现不对劲 发现这个主力压低出货 所以我把它卖掉 我获利了解 落代为函 一个波段 我做的是一个波段 包含什么 包含了这个顺德 我到现在一张都没有卖 买进去送给你 有没有 到现在我一张都没有卖 我一张都没有卖 包含我们的第一段 在今天创破段新高 有没有 买进去加码 然后创破段新高 我一张都没有卖 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个东西 是要跟各位谈一些 观念的东西 除非你的基本面 或筹码面出的问题 我跟你谈到了 盟利的基本面出的问题 因为政治因素造成 它在中国大陆的 京东方的这个 这个面板的一个订单 包括什么 华金光店的一个订单 那么地研出货 所以造成它这个短线上面 主力压低出货 筹码面出问题 基本面出问题 所以我就在那买包 那顺德 基本面没问题 筹码面没问题 我继续抱着 立端基本面没问题 筹码面没问题 我继续抱着 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法则 当然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 我要怎么去看 短线的归短线 长线的归长线 就好像我跟各位谈到了 我说金店拉回来我买 是因为我搭它的变车 搭外资的变车 那抢进去之后 今天拉上来 这是短线操作的 包括我今天买金利一打 也是短线操作的 康书 我也是短线操作 为什么 因为外资连续买了九天 连续买了七天 连续买了七天之后 股价经过震荡 上线拉回来 可以股价修正 我继续强短 康书我继续强短 所以这就是一个 操作上面一个规划点 当然该做短的做短 该做长的做长 即使我做短 康书今年要配息一块半 康书要配息一块半 你要不要去除 它的现金殖利率 目前还有5.7%左右 5%以上的一个现金殖利率 这才是我选它的原因 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它的成长来自于什么 我的梦来自于它的燃料电池 当然不是很大 我强调一点 就跟我认为 乔辉的无线充电 那个梦不是很大一样 但是呢 我买它是有价值的 我买经济党 个股绝对是从价值出发 原因在哪里 如果我买有价值的股票 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假设我碰到大盘不好 有价值的股票 跌下来的时候 谁会买 法人会买 通常线会来接下来买 如果你买经济党 亏损的公司 结果碰到大盘不好 或者个股上面出现问题 急杀下来 谁会帮你承接 没有人会帮你承接 买股票一定先保障你的资产 你才能够放大你的利润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操作逻辑 所以我说 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当然你要给我很大的一个 成长的一个梦 比如说 我今天也选择了一档 个股做布局 这档个股叫8429的经历 你来看一下 经历目前是一个三角形收链整理 为什么买它 经典的经历要配息3块4 3块钱是股票股利 0.4的现金股利 那配股票股利给你 去年的经历赚7.69 今年预估可能会赚到8块钱 所以本一比不到8倍 这种公司 他在短线上面的一个震荡整理 当他经过了量缩之态之后 他就有机会起来 所以我们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 我怎么去选两件番多是重要的 再来价值出发 那成长呢 经历要跨足面膜市场 那跨足面膜市场 是不是他未来成长的利益 我分享一下 我操作的观念 给各位跟选股的逻辑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 所有的投资朋友 从价值出发 用成长画梦 才能让你买的安心 抱的放心 最后才能赚的开心 谢谢你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满地区